請陳主委 我們再請陳主委 我等一下要去內政委員會 我剛剛聽到您回答這個我們陳委員的這個發言 你回到極點我是很好奇 你說那個我們陳教法委員一直在問說為什麼不做修法 你說不修法是為了避免沒有必要的爭議 這剛剛回答的還記得嗎 請告訴我什麼是沒有必要的爭議 因為你不用修法就可以做了 那你為什麼要去修法 那你修法就表示現在做的不是沒有依照規定做嗎 那如果我來舉一個例子 沒有修法是在契約規定嗎 就是團戰的契約規定嗎 對 用三張EQ嘛 這個我都知道 你去問每個地方政府他們在執行的時候 就是契約規定嗎 那如果違反契約當然可能就是罰錢或是停牌或是罰錢 他甚至不能來參與 不能招標 那修法的話強制力很強啊 甚至我們可以再定法律 甚至違反的話 這個有刑罰咧 這個強制效果不一樣咧 不是 你不接受 你不希望更強烈的要求這件事情嗎 不是 因為 我們可以 今天說的 我知道你這樣做 但是我們更強烈的要求 你不支持嗎 喂 我們是不是多希望 我們希望這樣子 三千七 不是 我們的政策目標是什麼 如果當初要修法 我們的政策目標就是 我們是不是要讓三千七百多所學校 對 一百六十幾萬學童 都用我們國產食材 其實我跟你講 如果你沒有規定 也是可以這樣做 那照樣國家法律都沒有存在的必要 不是 我們目標是這樣 目標這樣子 但是我們有更強 如果我們可以做法 你知道 所有東西為什麼要入法呢 入法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在這裡定法律有什麼意義 所有東西 只要契約規定就可以的話 入法有什麼意義 我昨天已經問過教育部長了 你為什麼要跟你老婆結婚 沒有必要結婚嘛 你們簽私約 私訂終身就好啦 去登記結婚做什麼 也可以達到目的啊 也可以達到相愛的目的啊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公開啊 重點還是在於 怎麼達到這個政策目標 重點是這樣子沒錯 我們也肯定 你們在契約裡面這樣要求 這點我們非常肯定 你只要告訴我 沒必要的正義是什麼 更重要的是 學校午餐這件事情 是非常難做 你去問所有的 難不難做是 食材業者 學校裡面 學校午餐有多少樣態呢 非常難做 所以我們今天 你如果沒有跟這些業者 好好的溝通 沒有跟教育體系 沒有跟地方政府 所以 所以你是不是更需要 宣示你 農業主管 單位的這個決心 說即使再難做 我連法律都要定 我應該是這樣講的 我坦白講 學校午餐 你告訴我 你回答我原來的問題就好 不用講那麼多 你的媒體要爭議 爭議是什麼 爭議是什麼 修法的爭議是什麼 我們會認為可以做得到的 你剛剛回答陳教華為人說 修法會產生不必要的爭議 這是你的話 我原字念出來 不必要的爭議 你告訴我爭議是什麼就好了 對啊 是什麼爭議啦 沒有 就是現在 是會讓那個家長跟那個業者 產生爭議嗎 現在的規定就可以來執行了 那不必要的爭議是什麼 不是表示說現在沒有依照規定執行嗎 沒有啊 這就是所謂的爭議啊 這就是所謂的爭議啦 你怎麼會這種邏輯呢 你現在按女女朋友寫一個情書說 你愛她一百遍 等於是你不跟她結婚嗎 你怎麼會這樣反著講話呢 你怎麼會這樣反著講話呢 推 超越 超越我的思考邏輯 我們要求修法要求有強制的力量 來這一點 來沒關係 你不修法可能是 我想請問齁 你們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啊 沒關係 我們來針對產業來問這個問題 你們就是不願意修法嘛 但是 你如果問產業我就會想 主管機關那個是教育部 教育部跟你沒關係啦 好 教育部昨天也回避這個問題啦 來 那個 你開放這個美豬為我們豬籠爭取到 多大的這個國際外銷市場 問台灣豬籠 這個標題順序可不可以稍微調整 我們不是開放美豬證據 照你意思回答 而是說因為我們可提議拔針 會做豬籠鎖鎖以後 我們有多少的國際外銷市場 可以出去 因為 因為就是要沒有疫 重大疫病 我們才能出去嘛 所以現在能出口國家 豬肉的沒有多少個國家 那我請問你齁 我們現在國內豬肉齁 就是本土的豬肉供需 供銷本土的這個產業 這個我們的這個產業夠不夠 我們自己吃夠不夠啦 我們自己的話 現在剛好可以在九層多 那這個是一個動態調整 但是我們也希望讓養豬戶出口 可以多賺一點錢對吧 當然 沒錯吧 沒錯啊 所以 所以因為養豬它是可以動態調整 因為吃一隻沒有 所以它多出一點 多賺一點錢齁 這幫助我們豬籠財業 當然希望就是透過可以出口 然後做這個產業 但是我們國內的話就會產生 減少本土豬肉供應 不會不會 我們的政策目標 為什麼 我們可以進口啊 不是 我們的政策目標很清楚 絕對要維持九層以上的國內的 那可以增加多少出口的空間 那你現在因為我們預存率提高了 你知道嗎 一隻沒有豬 他生豬子一年可以生兩水 變均安比丹麥差太多了 我們是希望可以預存率再增加兩頭 那這樣的話 全台灣可以將來的生產的肉豬雞 我們本土豬肉很好嘛對不對 國人喜歡吃嘛 我們就有機會可以出口 而且 瘦肉精是好東西嗎 呃 跟委員報告齁 瘦肉精有二十幾種 萊克多巴胺是不是好東西 瘦肉精有些是比較 所謂的 對我先問你萊克多巴胺是不是好東西 萊克多巴胺是一個用藥的添加物 對我知道它是一種藥 增加瘦肉 那它是一種添加瘦肉 那它是一種添加瘦肉的部分 適不適合添加這個豬肉的飼料裡頭 不同的國家使用方式不一樣 你不要講別的國家 全台灣有二十七個國家是可以 你不要管別的國家 我只問你的意見 你個人覺得適不適合 我們認為國內不適合使用 國內不適合使用 我們才可以讓消費者有多一個選擇 國內不適合使用 為什麼好東西耶 為什麼國外適合使用進口 那個委員這個好東西 是好東西還是不是好東西 我講的中性之眼 它是一個 它是一種藥 一個藥的一個 所以用在裡頭應該沒有什麼影響 用在豬裡頭應該影響不大 它是一個所謂的一個用藥的添加物 那它到底對豬或者是對消費者的安全性 我想都有經過完整的風險評估 所以按照國際的 你的國際標準 事實上影響不大 因為要吃很多才會死 才會受傷 那個是經過安全 科學的根據 一個人 一個人一天要吃很多 每塊排骨 兩排功課 連續吃了五到十年以上 才會有影響 才會很嚴重 所以根本不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沒錯吧 這是你們說的 這應該是說 根據所謂的科學的根據 風險評估出來 這麼好的東西 為什麼不給豬籠使用呢 你幹嘛 歧視本土豬籠喔 嘩這個 歧視本土豬籠 你不知道整個 我們的國內的豬呢 是活豬拍賣 對 它要破門 為什麼美國會用 歧視本土豬籠 因為美國用的所有 用的萊克多巴胺以後 他脫筆脾氣才看得到所有比例 那個陳教授 因為我頭腦沒有你好 我不能理解這麼好的東西 美國可以用 我們又可以進口 要吃幾百公斤才會死的東西 才會對我們算上的東西 為什麼國內豬農不能使用 你不要設陷阱 我沒有講好 我沒有設陷阱 我只是不懂請教你啊 用中性的字眼 它是一個用的 我很中性的在問你啊 這是老百姓的疑問啊 因為我們不像你是教授 懂個幾百公斤幾克什麼 我都不懂 所以我想請問你 這麼好的東西 為什麼國內的豬農不給它使用 那就是因為用在國內農民的收益沒辦法增加 所以美國用有收益有增加 國內用沒有收益有增加 因為它是土體平均 它排下去之後看到裡面 瘦肉比例 所以它在市場端可以賣得更好 在國內是拍賣火體啊 火體裡面怎麼會看得到瘦肉比例呢 所以你不讓國內的豬農使用 是因為這樣子它不會增加它的收益 那豬農也不要用啊 他為什麼要用 我在幫你想方法嘛 豬農不要用也是認為 沒有啦 豬農要不要用是另外一回事 你準不準用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非常重要是因為 面對這種所謂的國際貿易的競爭裡面 國內的農產品絕對要有自己的特色 沒錯啊 我們就是不用 我們不用嘛 啊美國用 所以美國用我們希望 我們鼓勵用國產豬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政策就跟日本一樣 國外的萊克多巴胺進口可以進來 沒錯 那這樣很好啊 我也支持喔 所以謝謝 來那我請問你喔 那你讓我講一下為什麼會有科學人 來沒有沒有 你不要提這個 我只是照你的話再問你 啊這個東西 國內不要用 這樣國內的國產豬有競爭力 對不對 沒錯 沒錯嘛好事嘛 那我們一般百姓也搞不清楚什麼豬啊 雖然你不要什麼台灣豬 美國豬都搞不懂嘛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要再多一個標籤嘛 讓人民 讓百姓去市場買豬肉 其實喔 去哪裡買豬肉 有沒有萊克多巴胺的標籤 我們知道一下 更容易選擇 這樣是不是更好 對 那你要用嗎 我認為更高興的是 因為這一次的事件 讓我們每個參加 不要扯那麼多 這個標籤我很喜歡 非常漂亮 那那個陳委員說 再多一個有困難嗎 多一個標章不行啊 為什麼不行 這個消費者一看就清楚明瞭 這個是只是台灣豬 陳委員剛剛講的是要 那外國的豬也有分 你剛剛也有說加拿大的豬嘛 進口嘛對不對 那加拿大有可能有 萊克多巴胺可能沒有嘛 可能沒有嘛 我的意思說 我們再多一個 讓百姓在選擇的時候 比較方便吧 喔沒有沒有 我們負責 農委負責就是要讓 沒問題啦 國外的豬標示是 衛福部會來負責 喔所以這個標籤要去問衛福部 不歸你管就對了 標籤是國產的標籤 我是說那個 萊克多巴胺那個標籤啦 含萊豬那個標籤 萊克多恩的標示 要問外國部就對了是不是 你說清楚我問他 那個部分齁 其實我想那個 陳時中部長已經講過很多事 我們站在 你不用替他回來 是不是問他 不歸你管啦 有沒有含萊克多巴胺的標籤 國內是百分之百不得使用 所以我們抽查都是 我是問你再做一個標籤嘛 喔這個部分的話 你能不能回答 可能沒辦法 你沒辦法回答 你有數百種 數千種相關的添加物 跟抗生素 我只問萊克多巴胺 沒辦法先來做 給我一分鐘 因為他一直在繞圈圈 我只問一分鐘 我站在產業界 我還是只希望標示到產地來源國 喔你只希望標示 那你不希望標到有沒有萊克多巴胺 我坦白講 明年1月1號即使開放了 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口 會進來多少還是打個問號 對對對 不管嘛 這時候 你如果標示萊克多巴胺反了 我覺得趁這時候大家 進來很少 你們不是更好去分 讓消費者希望可以來買國產豬啊 不是 消費者喜歡什麼 要給消費者選擇的權利嘛 比如說有人可能像你一樣 想著想說 我喜歡買萊克多巴胺 有人想說我不要買萊克多巴胺嘛 我們讓他容易的選擇嘛 這給民眾選擇性的方便 所以政府就是要把 所以政府應該做標籤 標清楚 讓百姓容易選擇嘛 所以只要標示吧 產地來源國 產地來源國就可以了 產地來源也要標 然後萊克多巴胺這個也標嘛 沒有就是標示產地來源國 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話 消費者就可以清楚選擇 我讓消費者更容易選擇啊 不是啊 歐盟的沒有用 就可以知道他沒有萊克多巴胺啊 那美國有用 你怎麼知道他有沒有用 你怎麼知道有沒有人偷用呢 你如果去問農民 他一定是希望只要標示產地來源國 我不是問農民嘛 因為制定政策就不是農民 是你嘛 我要問農民 我為什麼要站在這邊問你咧 我們所有的政策考慮都是考慮農民啊 是 那所以我就問你 因為你是教授又是主委 非常優秀 所以我 所以我只問你最後一次啊 因為已經超過時間 我問你最後一次 這個多標一個萊克多巴胺 這個含萊克多巴胺 你要不要啊 站在產業界的發展 我們不同意 而且我們認為只標示產地來源國會更好 不同意喔 好 謝謝 好 謝謝